弟兄姐妹平安 你们不知道 其实准备讲到很累的 要不要感谢主 要接受神的话语 能够大家彼此勉励 今天要跟大家思考 就是约书亚最后一章 约书亚书最后一章 是整本圣经的可以讲是成先其后 为什么呢 经过了摩西五经出埃及之后 他们现在已经怎么样 要准备进入迦南地 然后怎么样 征服那一个地方的人 现在到二十四章 已经征服了一大半 其他的一半要等到大卫王去征服 所以二十四章可以说是 以色列人他们的黄金时期 非常的好 经过二十四章 进入到四世纪 他们被当地的人同化了 堕落了 到最后的结果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天我们来思考第二十四章 很关键的几节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请 我领你们到叶旦河东 亚莫利人所住之地 他们与你们争战 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 你们使得了他们的地位业 也在你们面前将它灭绝 我赐给你们地土 非你们所修制的 我赐给你们成语 非你们建造的 你们就住在其中 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 橄榄树和果汁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 诚意 为他 将你们列主在大河那边 在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 去事奉耶和华 若是你们以事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拣选所要事奉的 是你们列主在大河那边 所事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住这地的 亚莫利人的神呢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 侍奉耶和华 我领你们到越旦河东 亚摩利人所住之地 他们与你们争战 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 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 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 我赐给你们地土 非你们所修制 我赐给你们诚意 非你们所建造的 你们就住在其中 有的是你们非再种的葡萄 对不起 这个PowerPoint 好我们读第十六节 百姓回答说 我们断不敢离去耶和华 去侍奉别神 因耶和华我们的神 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 从埃及地的奴族里出来 在我们眼前行的那些大神迹 在我们所行的道上 所经过的都扑了我们 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 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 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因为祂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对百姓说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因为祂是圣洁的神 是祭邪的神 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最而你们若离去耶和华 去侍奉外邦神 耶和华在降福之后 必转而降福获于你们 把你们灭绝 百姓回答 耶稣亚说 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 耶稣亚对百姓说 你们选定耶和华 要侍奉他 你们自己做见证吧 他们说 我们愿意做见证 耶稣亚说 你们现在要除掉 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专心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百姓回答耶稣亚说 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我们的神 听从祂的话 当日耶稣亚就与百姓立约 在世间为他们立定 立立简章 我们一答 求主恩待祢的教会 用作祢的老仆人 来替祢传讲祢的话语 求主保学这盖圣灵充满 让我们在领受祢话语的时候 能够经历到 主耶稣基督祢的同在 谢谢恩主 奉主名祷告 阿们 我们今天来试想两个话 奇怪 这个PowerPoint不灵光 我们来试想一下 这个耶稣亚 耶稣亚这个人 是何等样人 他在摩西五经 特别是出埃及地道 生命迹 没有什么太出色的 一个展现 可以讲是 他是默默无声 安静地在帮助摩西 你看不出他有什么领袖的才干 或者一些特别的事迹 但是到了 耶稣亚书不然 整个角色 主角就变成耶稣亚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 到底耶稣亚 经历了什么 很重要的是 第一章的时候 神就跟他讲 你要怎么样 举手遵心 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摩西怎么样做 他也怎么样 也照样做 所以从第一章开始 你可以看到 耶稣亚这边 突然之间改变了 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变成非常鹦鹉的一个领袖 他说你的道路可以横通 凡事顺利 因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亚认识 接受耶稣亚书是军队的元帅 他不敢自己去带领 这些两百多万的百姓 他是一个英勇的武士 他可以打仗 他第一件事 就是跟亚摩利人打仗 打仗了 非常英勇 但是他不见得是一个领袖 他看到这两百多万的百姓 他怕了 所以他认识万君之耶华 是他的元帅 他不是那个元帅 更重要的是怎么样 他非常相信神的应许 如果你记得的话 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 去归探迦南美帝 只有两个人 就是耶稣亚跟迦勒 回来报告说 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美帝 是牛奶隐秘之地 他们带回大葡萄给大家看 但是十个探子呢 我好像说不行不行 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 他们说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去 这些怎么样 加拿大人是伟人 会吃我们的 你可以看到 同样的世界 同样的环境 有两种反应 一种是相信神 另外一种是不相信神 所以神惩罚以色列人 他们去归探的日子 大概是四十天 所以神讲 你既然不相信我的话 我要惩罚你们在旷野走 一天抵一年 一年抵一天 所以在旷野四十年 所以因为 耶稣相信神 所以神怎么样 祝福耶稣亚跟迦勒 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进去 好 我们再思考一下 到底耶稣亚这个人 他的典范是什么 他的典范很奇妙的 第一章神就讲 你要刚强壮胆 一共讲了七次 第一章七次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亚看到这些群众 他怕 他不是一个领袖 所以神讲 你要刚强壮胆 神把刚强壮胆的心给了他 同时也给他了领袖的才干 很奇妙的 从此 他就是成为 整个以色列民族的 怎么样 一个领袖 更奇妙的是什么呢 他认识神 侍奉神 一生之久 整个就是 从出埃及基 一直到 110岁 侍奉神 从来没有间断过 他对神中心 对摩西中心 对百姓中心 对他的家人中心 更奇妙的是怎么样 他谦卑顺服 神的带领 所以你可以从 耶稣亚的典范 你去学习 一个人应该怎么样来侍奉神 好 今天我们来谈三个话题 我们从耶稣亚去了解 选择 决定侍奉神 不是那么简单的 弟兄姐妹 等一下我们会看 更重要的 如果你选择侍奉神的话 你必须要怎么样 遵守神一切的律律典章 是同样一件事情 你要侍奉的话 你就必须要遵守 你不遵守的话 你没有办法侍奉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 整个教会的传承 是应该怎么去做 效法 耶稣亚 耶稣亚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神 这句话里面讲到两个议题 两个主题 一个是侍奉 另外一个是传承 好 我们了解一下 选择跟决定侍奉神 我经常有人会问 为什么神不造我们好像robot OK NO 神尊重我们的选择 很奇妙的 你可以选择来教会 不来 或者你可以选择 不侍奉 侍奉 完全在乎你 神很尊重我们的选择 为什么呢 神很奇妙的 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神创造人的时候 是造作自己的形象 和样式造的 这个第二个字 样式 形象是外观 样式是 神的本性 祂的智慧 祂的感情 祂所有的内涵 怎么样 是神造作祂的内里面 里面的这个 这个character 祂的本性 怎么样 造人 因为这样怎么样 神要跟人有 更深一层的交流 神要跟我们 有很密切的关系 神要住在我们里面 要跟我们 怎么样 沟通 这个是神 创造的本意 所以神不要我们 怎么样 完完全全的 好像一个呆子一样的 跟着祂 No 神要我们自己选择 你要不要侍奉神 耶稣亚很有智慧 到最后的时候 祂应该是接近110岁了 祂110岁就死掉了 祂要求 以色列人 做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 有三方面 你要去侍奉 大河那边的神 就是 弥索波达尼 那边就是 亚巴拉罕的老家 那边呢 当时候 是非常繁华 就是如果你去看 这些考古学家 历史家的话 那边的建筑 非常的堂皇 那边是怎么样 是安逸的宿舍 是非常安逸的 或者呢 你去侍奉埃及的神 他们整天朝着 要回去埃及 为什么 虽然他们在埃及 是做奴隶 但是在埃及怎么样 要吃肉有肉 要吃海鲜有海鲜 要吃菜有菜 啥都有 所以他们 很想怎么样 侍奉埃及的众神 他讲到众神 有点讽刺 不是说正败神 就是你想到 那边的那些生活环境 或者呢 你要侍奉 在迦南的众神 迦南的众神 代表什么 放纵欲望 迦南的罪 迦南人的罪 已经到了顶点 为什么 神要求 以色列 亚巴兰的后裔 在埃及住了四百年 就是要等 迦南地的这些人 的罪恶满于 到了一个顶点 神没有办法再容忍 然后神会拆拜 耶稣亚 祂的百姓 进去里面 把他们赶走 或者把他们赶尽杀绝 这个是神的意思 神的审判 所以当你去读耶稣亚 是看到这么多血腥的事情 你会感觉到 这个神怎么这样的神 这是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 不是开玩笑的 好像索多玛格玛 神就这样硫磺火 把整个城市烧掉 照样的 神不要 以色列人 混杂在迦南地的人中间 因为他们的罪恶满于 他们 有妙计 生出来的孩子 没人要 怎么样 拿来献祭 把孩子 金火 献给他们的巴黎神 他们跟动物行营 他们的淫乱 他们的罪恶 已经到了一个顶点 所以 耶稣亚你们选 这三个神 你们自己选 你选这些神呢 或者是 你选耶稣亚神 Either all 没有 你没有说不可 你别忘了 两边都要了 到了新月 耶稣基督也是一样 祂要我们怎么样 祂要求我们 做一个很奇妙的 一个动作 舍己 什么舍己 舍掉安逸的生活 容不容易 不容易 你要侍奉耶稣 或者神的话 你就逼得舍 OK 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也想到 我自己 八年前 我把 海边的房子 奉献给上帝 搬到 我现在住的房子 当初办的 这个我现在住的房子 两千尺 连车库 以前我的房子 光是master bedroom 就两千尺 OK 但是 我现在的喜乐 远远超过 我住在新港湾的喜乐 神就是要 神就是要我们放去 OK 你要享受富足 神就不要你想享受富足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 家道丰富 神要我们要跟随主 是怎么样 是要背起十字架 跟随主 这个不是一个享受 不是一个享乐的 一个 一条路 这条路 是要我们怎么样 好效法耶稣基督的苦 这个是一条 苦难之路 OK 很奇妙的 神就要我们怎么样 效法主耶稣 怎么样 祂要我们 不要放松死云 两年前 神安排 我去做Androgram 一做Androgram 我也搞不懂 为什么做Androgram 都要三个心脏医生 在那边看住 OK 一个就够了 三个在那边看 看完之后 三个就讲 好 开心脏 嘿 Lucy也不知道 我第二天就要开心脏 一开完心脏怎么样 什么欲望 什么的话 都没了 OK 神要我们怎么样 很多时候神要我们选择 你不选择的话 神帮你选择 OK 神爱你 神有祂的旨意在你身上 祂必须要你去行的 不由得我们 好 我们再思考一下 耶稣亚在讲这句话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今天早上 我希望你们 做个选择 到底你们 要不要侍奉耶和华 侍奉耶和华 不是 By the way 不是说 啊 这个所谓的什么 哎呀 顺便 我有空我就来侍奉 这个不叫侍奉 OK 这个是要来 叫做什么 抽人闹 OK 不叫侍奉 真正侍奉的话 你必须要用心灵和诚事 去侍奉神 我们来思考 为什么呢 因为 耶稣讲了一句 非常严厉的话 他说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因为 他是圣洁的神 是寄邪的神 什么意思呢 圣洁是怎么样 高高在上 他不跟你一起玩的 你知道 在台湾 我经常听那个 黄国伦在讲到他 在101 盖了一个 就是超级的教会 我那时候就在笑他 你这个人是种族 那不是 你的阶级观念太重 他讲这些 台湾的这些 所谓顶尖的这些富豪 这些亿万亿万富翁 OK 大概只有五六家人 OK 就是像这些 这个亿万富翁 然后像这些明星传富翁 他就是在101 你要受邀请才可以去的 他讲这些亿万富翁 有个脾气 什么脾气呢 很有意思 他讲就好像 天鹅在一起玩的时候 突然间来了一只鸭 天鹅怎么样 飞走了 他不跟你玩的 OK 圣洁的意思就是这样 神是高高在上 圣洁的神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凡人 怎么可能跟神沟通 没有这个可能性 好了 不但只是圣洁的神 祂是寄邪的神 寄邪的神 英文翻译得比较好 Jealous God 什么意思 神是一个触光子 懂不懂 OK 太太最讨厌 丈夫怎么样 看到其他的女人 眉然眼去 你在干啥 OK 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 他就不喜欢你 对其他的神 怎么样 没来远去 他是寄邪的神 他是Jealous God 所以 耶稣讲 你们不能侍奉耶 我啊神 他自己知道 他在旷野 四十年 看到这些怎么样 六十万 增加近一百万的 这些百姓怎么样 就是因为贪恋 这些世俗 不相信神 最后全部倒闭在旷野上 所以 耶稣要对神的圣洁 和他的寄邪 他抓得很准 我们呢 不感谢主 有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主耶稣来了 主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换句话说 借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到父神那里去 借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 怎么样 侍奉神 所以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 是透过主耶稣基督 不向旧约 旧约 这些人的确很辛苦 很难 好了 我们既然有了主耶稣基督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下一步 很奇妙的 旧约 先知 耶利米讲的这句话 是在主耶稣来之前 大概五六百年 耶利米 告诉我们 耶和华要跟 以色列家 犹大家 大家怎么样 立新约 这是旧约讲的 旧约说 神要来跟你们立个新的约 旧的约 摩西立的那个约 你们守不了 因为你们 不圣洁 你们又怎么样 不专心 所以神讲 好 我来替你们立一个新的约 帮助你们 怎么样 能够守这个约 这个约是什么呢 神要将律法 放在人里面 写在人心上 怎么可能 没有可能 对不对 从人的角度来讲 怎么可能呢 但是在神 神就用 设计了这个方法 怎么方法呢 祂叫你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祂是神的儿子 祂到神的肉身 来到世界上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 为我们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对这个 两千年发生的事情 我们往往 很少去思考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两千年前 为了我们的罪 成了我们的替罪羔羊 因为祂在十字架上 受了审判 受了咒诅 我们就怎么样 不需要受咒诅 必要受审判 你会问 两千年发生的事情 跟我怎么关系 神讲可以 可以跟你有个关系 你就相信耶稣基督 你不单止相信耶稣基督 你受洗 归入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死 就是你的死 祂受了咒诅 就是你受的咒诅 从此以后怎么样 你不需要受罪的惩罚 不单止如此 耶稣基督 因为是神的儿子 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是你的复活 因为你的信 神借着圣灵 居住在我们里面 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生命是什么 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 怎么样 祂已经成全了律法 祂已经完成了这个律法 很奇妙吧 所以神把耶稣基督 放在我们里面 前天我跟受洗的弟兄 在交通 我就问他 你受洗前 不是受洗前 你信主前跟信主后 差别在哪里 他的回答让我很诧异 他说我多了一个感觉 听到吗 我多了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 圣灵在里面感动你 圣灵的感觉 这叫做灵觉 你以前没有的 神就因做你的相信 怎么样 用圣灵进入到你里面 让你里面有神的灵 所以怎么样 神在主耶稣来之前 五百年前 讲过了 神要跟我们立一个新约 这个新的约是什么呢 神要将律法 放在人里面 写在人心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 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肉心 新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享受怎么样 成全神的要求 另外一个 神要求我们做的 很奇妙的 神自己做了 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已经不一样了 不像旧约 你不用去行律法 你现在只要相信耶稣基督 你就是父神的儿子 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个不单止在耶利米书 在以赛亚书也讲得很清楚 以赛亚书讲得更奇妙的 神讲怎么样 我要亲自 屠灭他们的罪孽 怎么屠灭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耶稣基督的死 耶稣基督的牺牲 屠灭了我们的罪孽 好 到了新约了 我们现在要遵循律法 旧约的要求没有改变 记得了 弟兄姐妹 不要忘了 神是旧约新约的神 旧约的要求 你们还是要怎么样 行神一切的律律典章 我们来思考一下 耶稣怎么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去行 耶稣说 律法最大的诫命有两条 这两条是什么呢 就是尽心尽信 尽意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爱人如己 神讲 耶稣讲 你只要遵守这两条 爱神爱人就可以了 很奇妙 我们等一下会思考一下 怎么去爱神 怎么去爱人 我们再想一想 这个是律例 还有另外一个名词 我一直在质疑的 这个就是典章 什么是典章 典章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 希伯来文的话 它在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三节 它翻译成 风俗 你们随从外邦人的风俗 外邦人的典章 所以典章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所说的 怎么样 基督徒的待人处事之道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 登山宝训也好 在马太福音 耶稣讲了许多 这些怎么样 待人处事的事 特别是耶稣讲的这句话 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 人怎么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 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奇妙吧 中国人也讲了 己所不宜物施以人 你不喜欢 那你就不要去坐在别人身上 但是我们就偏偏喜欢 坐在别人身上 神把这个爱 放到我们里面之后 你会讲 看到耶稣 这个不是律法 这是典章 无论何事 你愿意人怎么待你 你就怎么去待人 你喜欢人家对你好 你就对别人好 你喜欢别人接待你 你就去接待人 很有意思的 耶稣的教导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 旧约 以色列人 犹太人 把旧约的典章 写成六百多条 叫他们背 背 不但是背 还要去尽手 累死人 到了新月 不然 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你里头怎么样 会帮助你去怎么样 去完成神一切的 律力典章 好 我们来谈 今天的 重头戏 传承 当耶稣要讲到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 他讲到我和我家 这是讲到 当时候起码 应该有四代人 他本身一代 然后他的孩子 他孩子应该有 他的孩子应该已经是 爷爷奶奶了 所以应该有四代人 教会在传承这方面 应该怎么做 我们今天来思考 三方面 基督徒信仰的价值 我们再想一想 基督徒信仰的根据 或者依据 最后我们是想要 教会的文化 爱的文化 好 我最喜欢的就是 基督徒信仰的宝贝 或者是自保 我希望大家 在这方面 更多的操练 我们的自保是谁 我们的自保是神 我们的自保是谁 是我们的阿爸父 天父 主耶稣讲过了 你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重 也不收 天父丧起养活他们 甚至何况你们呢 我很喜欢 跟天父祷告 当我 特别是看到我的小儿子 我的老三是一个智障 残障 精神 突然的一个孩子 住在group home 一个月前 group home 发觉这个孩子 已经44岁了 这个人不对 又打人 又吵又闹 就发了一个通知 30天你们要把他带走 哇 就把我的太太 我太太崩溃了 但是怎么样 回去祷告 我经常说 阿爸父啊 求阿爸父可怜 这个孩子 奇妙吧 就是这样 我说阿爸父啊 求你可怜他 我没有办法 OK 感谢主 前几天 他们预备了另外一个group 让Lucy跟我老二他们去看 以前是一个人照顾两个人 现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是一个人照顾一个人 多好 一定要操练我们的天父 如果你跟天父有关系的话 什么事都好办 因为有耶稣基督 我们才可能跟天父有好关系 所以保罗说 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自保 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跟父神怎么样 跟他祈求 主耶稣说过 父神自己要爱你们 你们自己去跟他求 你只要奉我的名跟父神求 父神就会听你们的 所以这个关系 这个自保 你们一定要操练 你这样操练的话 很自然的你们的孩子会发觉 会发觉你是不一样的人 我就跟要受洗的弟兄讲 我说你受洗之后 你信主之后 你的儿子肯定会更喜欢你 为什么 你会是一个更好的爸爸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天父 在上面 在看着你 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圣灵的安慰 圣灵一直在那边 不吃我们 我们有说不出的痛苦 人生不如一的是十字八九 哪里有这么简单的 活在人生 都是旷野 不是旷野 就是红海 基督徒有红海 感谢主 神带领我们走过去 佛教有苦海 走到他们哗哗哗叫 多好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所相信的 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 在帮助我们 在扶持我们 走过这人生的道路 所以我们的传承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活给 我们的孩子看 活给我们的年轻人看 活给我们的小孩子看 我们所相信的 这位神是真的 更重要的是什么 圣经 没有圣经 啥都不用谈 神就这么爱我们 留了这本圣经给我们 让我们好好的去认识它 为什么要读旧约 新约可以让你明白旧恩 你知其然 但是你不知其所以然 你一定要从创世纪开始读 你才明白神救赎的意义 他为什么要救赎 为什么要检险亚伯兰 离开米索波达尼 要亚伯离开那奢侈的生活 去怎么样 到帐篷 到沙漠去搭帐篷 比我更惨 大房子不住要去搭帐篷 神就是要 怎么样 要人去 依照他的旨意去做 这是怎么样 透过神的话 透过圣经 更重要的是教会 教会是神的家 神借助教会来彰显 他的存在 展现他的存在 要我们明白 他在世间上 他与我们同在 是透过教会的自己生活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世人没有永生的盼望 他活在世界上 一死就白了 我们不然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知道有一天 我们要跟神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在传讲 传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 这个我们所相信的 至宝 怎么样 传给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从我们的生活 怎么样 生教 去看到神 好了 我们信仰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相信 每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神造的 甚至于坏人也是神造的 只不过是神造人之后 亚当 夏娃 堕落 邪灵进入到人类 人类怎么样 被邪灵污染了 所以小孩子都是怎么样 都是罪人 一生出来就是罪人 没有一个小孩子 里面没有邪灵的 抓住这点 哪一个民族的小孩子 生出来是好的 没有 都是一下就变坏了 他自己会变坏的 我们要相信 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 不单只是神造的 更奇妙的是什么 神造每一个人 有他的旨意和目的 我们是神的产业 抓住 你是神的产业的话 请问 这个产业 如果你是做生意 或者是搞会计的话 你会知道 你这个产业是在 左边还是在右边 在左边的是asset 你这个asset的话 你是productive asset 或者是nonproductive asset 或者你是liability 我不知道 你是神的产业 既然是神的产业 神拣选了你 神在你身上 一定有他的目的 不可能没有目的 来教会是他的目的 侍奉是他的目的 传生是他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怎么样 教导是神的目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 照着神的荣耀的旨意 完成他所要我们做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 来到十恩宝座前 这个是大家平等的 你可以到神的十恩宝座前 祷告我也可以 没有一个人被拦阻的 每一个基督徒 都同样的同等待遇 好不好 没有阶级观念 神没有阶级 完全没有阶级观念 更奇妙的是 圣灵使每一个基督徒 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怎么样 传给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下一代 好 我们谈谈信仰的依据 我很喜欢这个议题 我很喜欢去看整个世界的形式 第一件事情 新旧约圣经是基督信仰的根基 请问哪一本宗教书 跟人类的历史 挂钩的 连接的 有没有 你去看 我问佛教的这些信徒 我问可兰经 有没有 没有 我们的圣经呢 什么是旧约 什么是新约 旧约就是主耶稣来之前 新约就是主耶稣来之后 不信主人叫做公元前公元后 奇妙吧 圣经是真的 是神写的 只有神能够把人类的历史一道歉 分成公元前公元后 信不信有你 更奇妙的是什么 圣经这本书 到2021年为止 已经翻译成3495种语言 这个Wicked 最近报告出来的 哪一本书 有这么多的语言 没有 一本都没有 为什么 谁要去读可兰经啊 对不起 谁要去读普通经啊 中间你们可能有些人读异经 异经有没有翻译 没有那个价值 唯有圣经 有那个对人类的价值 翻译成3495种语言 还在翻译 更奇妙的 我很喜欢这一点 以色列历史是基督信仰的根据 特别你们要去读旧约 好好的读旧约 特别你读旧约 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就是以西结书第34章所讲的 我们知道到最后 历史书你可以看到 北国灭亡了 是主前722年 南国 尤大国也灭亡了 是主前586年 以西结先知就预言了 以后 以色列人要在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山上 同样的宗教 同样的语言 怎么样 同样的民族 重新立国 发生了没有 1948年 应该是5月16号 立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以色列历史 不是人类历史 整个以色列历史 是我们信仰的依据 所有发生的事情 都跟圣经怎么样 相吻合 特别是教会 如果你去读那本书 叫做什么 Evidence Deserved Verdict 就是 中文不用 不管他 他讲到很多证明 就是历史上 地理上很多证明 圣经的事实 但是他讲到最后 他讲最大的证明是什么 是教会 教会要展现神性的发展 怎么展现呢 我们来思考 教会展现出神的爱 很奇妙的是什么 神用爱之的血救赎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圣徒 抓住这个很重要的关键 圣经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成圣蒙造作圣徒的 以及所有各处 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知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教会是所有圣徒的结合 不是建筑物 神把圣徒凝聚在一起 成为他的教会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 成为神的教会的时候 怎么样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联合成为一个有机体 很奇妙的 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你知道我 我经常在想 我跟很多人 无亲无亲 为什么我一跪下来 祷告的时候 我就想到你们 OK 年轻人要找工作 我一跪下来我就想到 某某人要搞 阿爸父啊 拜托拜托 OK 给他一个工作嘛 OK 为什么要给他工作 而且要给他在二脉工作 找工作 就他可以留在二脉来 服侍你 在教二脉 家人基督教会 服侍你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知道 神是教会的元首 他把我们联合成为一个 肢体 成为一个有机体 这个有机体是怎么样 可以相互帮助 很奇妙的 这个是你意想不到了 怎么会弟兄姐妹 这么彼此相爱 为什么 就是因为神在我们当中 做他奇妙的事 完成他的旨意 好 当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一个 很重要一个环节是传承 我们必须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晓得当初 耶稣亚的环境 耶稣亚最后他怎么讲 耶稣亚在世 还有他死后 这些长老还在的时候 以色列人侍奉耶和 为什么 因为当初 从耶稣亚开始 他们教导世代人 老年人 中年人 青年人 跟小孩子 你知道我最近 不知最近 很久以前 我去问一个以色列人 一个犹太人 我说你们教孩子 从几岁开始教 他说从开始讲话 就开始教 从开始讲话 就教他们 开始背 背的生命记 第六章第四节 以色列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 是你们独一的神 一开始就教他们背 还不会讲话 就教他们背 就每一天读给他们听 世代 感谢主 教会呢 教会也必须要有世代 我们这一代老年人 虽然我们在年轻人当中 好像有点杀风景 但是老年人 我们必须要照顾 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年人 中年人 之后青年人 我很羡慕青年人 为什么呢 因为青年人服侍 我就回想我自己 我是 1969年 那个时候才22岁 我就奉献给神 我虽然不是传道人 但是那时候 罗文牧师讲 你们要奉献给神 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献给神 我们就四个弟兄 就在那边哗啦哗啦 开始痛哭来 然后就把自己献给神 一直到现在 1969年 54年 没有见证过 就一直在服侍神 所以教会要传承的话 你一定要怎么样 把神的道传下去 现在的教会 面临最大的危机 空前的危机 这是2019年的试调 新开的教会 少过关闭的教会 关闭的教会 关闭了4500间 2019年 一年 新开只有3000间 所以复成长到 1500间 为什么 最大的原因 根据试调 就是老化 僵化 教会只有老年跟中年 青年人进不来 小孩子也没了 青年不进来 青年家庭也没了 小孩子也没了 2014年 之前的试调 刚好倒过来 这个是教会 现今的危机 神托付 迦南基督教会 要赢得 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同时也要赢得 我们的下一代 这不是偶然的 是神托付了 迦南基督教会 完成这个使命 所以我们必须要照做 传承神的心意 是教会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知道 怎么传承 有几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 大家都已经在做了 但是你们一定要 记住 就是学习跟教导 神经 这个你们 要么 一直做老师 要么做学生 去上主的学 祷告会 希望大家 礼拜三 都来祷告会 我们现在 今年我们会有一点 特别的节目 就是好像 这个礼拜三 我们特别是针对 这些英文堂的 这些青少年 初高中生 所以你们父母来看看 来听听他们的见证 一起来祷告 更重要的 周五的小组聚会 不光是周五小组聚会 你们肢体之间 一定要有互动 一定要怎么样 去操练彼此相爱 更重要的就是传福音 每一个月 我们都有收集礼拜 下一次是在复活节 希望大家能够 加油 去把福音传开 希望福音 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 受醒 下一代 是我们的希望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 侍奉耶和华 这是我家的三代 我的三个儿子 两个媳妇 还有两个孙子 两个孙女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 侍奉耶和华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祝福他自己的话语